接下來我們來看兩個例題 簡單的沒有什麼程度的題目 第一個就是這位大哥呢 花100公尺跑15秒 另外一個大哥100公尺跑14秒 請問你他的平均速度多少 這個就是簡單就是特本例題嘛 就是全世界沒有什麼程度隨著的題目 就直接數就好啦 速度就是花多少時間走多少的位移啊 位移就是100公尺啊 時間一個15秒一個14秒啊 一除就好啦 一個除出來啊 不能整就寫到小數點第一位啊 因為你們現在數學程度比較差 都算到小數點第一位啊 我小時候都要多少 只要小數點第二位啊 好 然後再做一次咧 台灣其實也一定沒事了 這是簡單的基本概念 概念雖然很簡單 奇算雖然很簡單 但是你要能夠理解 要懂得我到底怎麼算的 我講過了小學就會算嘛 100公尺跑10秒跑多快 100除以10啊 距離除以時間就解決了 OK 那這個呢也類似比 那以前有把它變化過一下 但是差不多差不多啦 就請問你假以兩個螞蟻啊 這是要你去多一個步驟是 你要去想辦法找到位移啊 好 螞蟻從原點跑到A 原點是0 O A是正2 所以呢 後面減前面 正2減0 就是正2 然後呢 它的時間是5秒鐘 所以不足呢 答案叫0.4 我故意有寫一個正號 因為平常正是不寫的 但是我要告訴它 往正方向運動 我們在這裡 我們在這邊 出現的正號跟負號 通常的意思就代表著方向 跟數學上那個什麼正跟負的意思不一樣 不要告訴我說負3比正2小 不是這個意思 那負3只是往負方向3 正2就代表正方向2 懂的意思嗎 這裡邊的 我們在這裡做計算的正跟負的意思 通常都是指的是方向 跟數學上那個正號跟負號的意思不太一樣 不太一樣 所以我故意把正2 正寫出來 正0.4 往正方向0.4 然後呢 你馬上你同樣要找一下 它是從O的1到B 0到負2 所以後面剪前面 負2-0是負2 往負方向2 花時間一樣5秒鐘 所以一除出來 所以答案是負的0.4 所以負號當然要 就要寫出來 這代表的是往負方向 那所以這兩隻螞蟻 運動的大小是一樣的 都是每秒0.4公分 可是方向是不一樣的 一個正方向 一個負方向 穿伏式 速度不一樣 速度不相等 不相等 所以這樣做 簡單的一個做法 讓你能夠理解 這是我們怎麼樣去算 所謂的平均速度 就是位移去處理時間 找到它就可以了 就是這樣 有問題嗎 沒有 很好